西九文化區主辦六腳鴨插畫的我去西九活動 六腳鴨很開心受到邀請插畫這次的我去西九活動 我們希望透過不同的物料包括金屬、木材、水泥、紙藝、食材和塑膠 以生活為主題的藝材創作活動 帶動居住在不同區不同年齡的香港人 從發現自己社區的文化特色開始 並且探索西九文化區的特色 一起想像在西九遇到不同的人、事、物 西九文化區是全球規模最大的文化項目之一 在這裡有自由空間、戲局中心等不同的表演場地 也有預計於2021年底開幕的視角文化博物館 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也都如期會在2022年的年中開幕 這裡更加有23公頃的公共空間 包括有藝術公園和海濱長廊 被一家大小以不同的方式體驗和享受藝術文化 在這裡將入不一樣的親子時光 西九文化區坐落在維港海邊 唯一油煎黃區 但它也屬於全香港市民的文化藝術區 接下來講解的工作坊 將會以不同的材料聯繫西九特色 不如我們就先來認識一下西九文化區 西九文化區集合藝術、文化、教育、娛樂、旅遊 以及公共空間於一身 西九文化區的遠景 是為香港創造一個多姿多彩的文化地帶 促進本地及國際藝術家的合作與發展 戲曲中心於2019年1月正式啟用 外觀以一盞傳統中國彩燈為概念 融合了傳統和現代設計元素 戲曲中心以保存、推廣及發展戲曲藝術為宗旨 兼付弘揚本地粵劇 和推廣其他戲曲劇種的使命 上駐的茶館新精劇團定期上演《月》、《樂》、《茶韻》 重現古代戲曲茶樓文化 大劇院具備專為戲曲演出而設的設施和配套 亦適合其他表演藝術活動使用 藝術公園正中央的自由空間 在2019年6月啟用 致力締造一個充滿活力的表演場地 吸引和培育具創意的人才 自由空間的設施包括大盒 兩個多用途空間、細盒和盒仔 還有音樂酒吧樓伯Live House 藝術公園是西九文化區的綠色深藏地帶 公眾可以在雙層設計的海濱長廊 欣賞維多利亞港的迷人景致 藝術公園亦可舉辦露天表演 各類展覽及不同文化活動 演藝綜合劇場 是一個為本地和國際舞蹈或戲劇而設的頂級表演藝術場地 預計在2024年落成 大樓內設有多個排練場地 和一個駐區舞蹈團中心 匯聚香港的舞蹈團體和藝術家 共同發展舞蹈藝術 和開拓跨領域合作 M家是香港暫升的博物館 自力收藏和展示20及21世紀的視角藝術 設計及建築 流動影像 以及香港視角文化作品 M家將會是全球最大的現當代視角文化博物館之一 M家大樓將於2020年進攻 而博物館預計在期後9個月至1年內開幕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預計在2022年年中啟用 將自力促進大眾對中國藝術文化的了解和欣賞 以創新方式展示來自北京的故宮博物館精選藏品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得以落實 有賴香港採賣會慈善信托基金的慷慨捐助 我們自力打造一個綠化及可持續發展的文化區 為了加強行人安全、減少污染和濟塞 西九文化區主要的交通道路將設置於地底 西九文化區已啟用的場地設施 加上陸續推展的項目 穩藏著無限可能 這個足目的新地標將成為創意集中地 以及一個屬於大家的文化區 西九文化區的藝術公園是開放給公眾的 很鼓勵一家大小在這裡共享空間進行各種活動 同時尊重不同使用者的需要 看完剛才的影片 是不是很想和家人馬上去西九文化區野餐呢 要去野餐呢 很多人可能會買一包二包的零食 一些如先包裝的食物 但你想像一下用一個很精美的野餐盒 裝著自己親手炮製的美味食物 去到西九的藝術公園的大草地 鋪上一張野餐墊 脫下雙鞋 坐在這裡享受你們自己煮的野餐輕食 這個畫面是不是很美好呢 而且還更加環保 一家大小去西九野餐的話 你會帶些什麼去吃呢 不如嘗試用你們住在地區的特色食物 來做野餐的輕食 帶去西九野餐吧 今天我們很開心請到家常的Apple 用兩個地區的特色食物 我們今天有大埔區 介紹一些農產 還有我們去了樓浮山 樓浮山 大埔到樓浮山 到底Apple你會帶做什麼大埔和樓浮山的食物呢 不如交給你介紹好嗎 我首先介紹大埔區有什麼食物 其實大埔和上水一帶都有很多農田 也有很多農夫 還在種植 他們不同季節都有不同的農產品 其實可以在樓浮山 或者現在就算未必能夠親身去樓浮山 都可以在網上搜尋一些本地菜 其實都很容易可以賣到 大埔有很多婆仔 我最喜歡剝陣她 我都很喜歡婆仔菜 跟婆仔聊天都很開心 我們看看我今個星期去樓浮山 到底買了什麼食物 我們有很新鮮的菠菜 還有紅蘿蔔 紅蘿蔔也是現在當做的 另外還有看到 還有這些這麼小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是一些櫻桃蘿蔔 有種過 一會兒可以用來做飯糰試一下 還有有南瓜 有青梨茄 也有本地的番薯 牛膀 還有這裡其實香港也還有人種菇 這些是香菇 鮮冬菇 今天就帶了這些類別的食物 一會兒一起做飯糰 菠菜飯糰糰的材料就有 米 100克 菠菜 2棵 雞蛋 2分1隻 五目飯糰的材料有 米 100克 紅蘿蔔 我這裡用了4分1條 切碎它 鮮冬菇呢 我就放了少少 半個切碎它 牛膀 少少它 切碎它 調味方面呢 就有味淋1茶匙 和醬油2分1茶匙 被抽中的參加者 可以將你們收到的 這個野餐食物盒 拿出來 而這個食譜呢 就在這個材料包那裡 其實都有印給大家 大家準備好食材 野餐盒 我們就可以準備開始 如果你之前錯過報名 或者沒有被抽中的朋友 都不要緊的 你可以去到六腳 我去西九的網頁 看看食譜 也可以自己準備一個野餐食物盒 然後接下來的教學片段 創作你自己的野餐 輕食啦 好啦 大家準備好味呢 我們開始教學片段了 交給Apple 好啦 大家好 今天就教大家示範這個飯糰 其實很簡單的 大家可以在家裡準備了一些飯 我現在就已經先準備好了 我先把飯拿出來 飯呢 我建議大家可以找一下 台灣或者日本種的米 黏性比較高一點 就比較適合做飯糰一點 你看到這裡本身已經很黏 包起來會很容易 我們首先會做兩款飯糰 第一款就是菠菜雞蛋飯糰 剛才大家也看過在農區買回來的菠菜 很簡單地把它煮好 然後過冷河 過完冷河之後就把它切碎 這裡就看到它全部都切到非常碎 我們就可以加一點 下去這個飯那裡 然後我都準備了一些雞蛋 已經預先炒熟了 還有弄碎了一點 可以加一點下去 你也可以嘗試加其他的材料 看看小朋友你和小朋友喜歡些什麼材料 我今天另外還有一些炒香了的有機的白芝麻 我們倒少少下去 然後呢 就可以先攪勻它 要注意一下一開始不要太進取 如果那個材料放得太多的話 有機會包出來的飯糰可能會比較散 可以試一下少少少少少少少 大概拌勻了之後就可以在包飯糰的時間了 今天我就會用這個手套來示範 如果在家裡沒有手套的話 都可以很簡單 就是用一張保鮮紙 可以保鮮紙鋪在這個桌面那裡 然後就落飯在中間 這樣就可以包起來 但是最好最好的方法 我自己會想分享的是 就是徒手這樣包飯糰 其實包飯糰可以這樣用的手就可以 那怎樣做呢 這個技巧就是一定要保持你的手是濕的 通常我就會在廚房那裡 那我就會開少少少水 然後洗一洗手 這樣擠一擠它之後 不用擦乾手 不用印乾手 然後就直接可以 把飯糰放在手心那裡 然後就可以包了 包的時候有個技巧 就可以經常都好像把手 交叉一樣 交叉一邊就捏它 一邊捏你就會發覺 慢慢就很容易就會成了一個波波 那我們可以把手這樣 另一隻手這樣 另一隻手向前 另一隻手向側這樣去包 你就會看到出現了一個 三角形的飯糰 好 我就放在旁邊 可以慢慢整理一下形狀 整理一下它 整理你喜歡的形狀 通常我們會有包三個人的飯糰 小朋友可以很簡單叫它 搓個波波 一個圓形的飯糰 都是非常之容易做的 那我示範多一次 我們呢 把飯 放在中間 然後就可以把雙手合起來 然後就可以把雙手合起來 抱著這個飯糰 這樣 一邊抱一邊慢慢按摩它 然後就可以把雙手合起來 抱著這個飯糰 一邊抱一邊慢慢按摩它 放在這裡 放在餐盒上 接下來我想示範另一個飯糰 今天呢 我除了菠菜雞蛋飯糰之外 另外都準備了另一個叫做五目的飯糰 五目飯糰是日文譯的 很簡單五目的意思就是 就像一個雜錦飯糰一樣的意思 就是看看春夏秋通那一季 其實是有些什麼食材 今天呢 我就準備了 就可以放進去 我今天就準備了 紅蘿蔔 鮮冬菇 有些有機的牛磅 還有南瓜 還有一個南瓜 煮飯的時候已經是加了這些材料 一起煮飯 如果你想它的味道更加香一點 其實可以加少許的味淋 還有少許的日式醬油 在食譜裡面都有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食譜 也可以隨意去運用你找到的食材 或者你喜歡的食材 可以加進這個五目飯糰那裡 包法也是一樣 今次呢 我們可以試試 如果是跟小朋友在一起的話 都建議看看可不可以 找一些可以一起玩的 一些做飯糰的工具 我今天帶了三個來 可以介紹一下 這個呢 看見好像串燒三兄弟 其實這個就是打開它 就可以入少少飯 入到一半碗 我示範一下 我示範一下 你去espel 我示範一下 我示範一下 你給你說的 是甚麼 來是你 performers 好 我示範一下 在自己 assembling 你試試洗 Yeshua 如果你進入去 我示範一下 你錢 它吃點睡眠 你買吧 我試試試aring 我示範一下 我試試一下 如果你要遮範一下 成形 這是一個做飯糰波波的器具 我們這樣把飯放在這裡 然後就可以蓋上 然後就可以請小朋友 就算是歲幾、兩歲 他都可以做到 就開始在這裡搓 我覺得這個很好玩 好,我們先看看 你看到它有三個飯糰 就可以放過來了 其實這些飯糰波波 給小朋友就可以很輕易用這些器具做到 其實媽媽的話如果快 其實我建議就這樣用手去做 是更加方便 還有可以看看自己想要什麼大小的波波 也可以 另外這裡還有其他飯糰的用具 例如這個會做一個小熊出來 又可以請小朋友養一些飯 這樣就可以 這個也是會做一個小熊出來的 小朋友都會 可以增添大家一起煮食的樂趣 亦都令到他們會覺得 如果一些對於小小的小朋友 要他們自己完成 包一個飯糰可能會比較困難的話 有這些器具幫忙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開心點、愉快點 除了飯糰之外 其實我們都可以有其他的食物 去豐富野餐客 我今天都準備了一些菠菜 番薯 還有車尼茄 都是在農區那裡買到的 我們可以令到它更加美、更加豐富 也都更加有營養 很新鮮的電汗 很多錢 可以用雙鯉 很新鮮 還要充分 可以撒上自己喜歡的材料 可以準備一些紫菜 一片片的紫菜 就可以包住飯糰 這就是我們今天做好的飯糰 就可以拿去西九野餐 歡迎大家運用你們的創意 以及你們搜羅到的各區食材 可以放進這個野餐盒製作獨一模擬的野餐盒 再拿去西九野餐 不過記住 野餐完之後記得帶走自己的垃圾 除了剛剛教大家做的飯糰之外 我還選了幾個不同地區的食物 創作了四道截然不同的野餐輕食 跟大家分享 這四款食物分別是 骨子沙律配蜂蜜蘋果醋汁 薑麻海帶半豆芽 蝦肉芫茜牛油果三文治 以及橙皮石頭鬆餅 早有聽聞油麻地果欄集合了各國的當季水果 今次我們去到果欄 就選了以生態種植的高原蘋果和和橙 去做這個沙律的主角 讓大家可以吃得更安心 骨子沙律配蜂蜜蘋果醋汁的材料有 橙 半個 先把它除掉外皮 之後再將果肉 一反反這樣取出 蘋果 半個 將它切片 混合沙律菜一碗 你可以選擇你喜歡吃的沙律菜 今天我用到的就是一些意大利的生菜和魚衣甘蘭 將它們洗乾淨 切了適合你的大小 然後就做乾它就可以了 蘋果醋 1湯匙 蜂蜜 1茶匙 海鹽 小許 初炸橄欖油 2湯匙 在樓浮山的小巷裏面 除了花膠 金蠔 如果是你眼膩的話 還可以見到漁民自己洗的海帶 海帶的價錢雖然便宜 但是營養價值非常高 高到 不是我們可以想像的 薑麻海帶半豆芽的材料有 乾燥海帶3湯匙 先用水浸軟了 之後呢 煮乾它就可以了 豆芽 半碗 用水灼熟之後過冷河就可以了 調味方面呢 有4樣東西 首先就是薑泥 我加了2茶匙 醬油 1茶匙 米醋 米醋 又或者檸檬汁 4分1茶匙 麻油 適量 這個時節如果有機會去到屯門三聖 西貢 里原門等等的碼頭逛逛逛 千萬不要錯過三晚的海蝦 那種鮮甜會令你再三回味 嗯 近日天氣回暖 不如我們一齊來做一道簡單的蝦肉三文治 蝦肉芫荽牛油果三文治的材料有 蝦 半斤 牛油果 一個 將它們切片 然後呢 可以輕輕地淋一些檸檬汁上去 可以預防它變色的 另外就是芫荽 小量 洗乾淨之後呢 切小段就可以了 調味料方面有 蛋黃醬 我這裡加了2湯匙 黑胡椒 適量 另外就是麵包 涼片 我在油麻地果欄那裡 找了生態種植的和橙 他們是沒有上果蠟 也沒有噴防腐劑的 所以 連皮都不要喪費 一於用來做 令全屋都會香到爆炸的小點心 這裡是 可以做到6個橙皮石頭鬆餅的材料 材料有 自發粉 100克 糖 40克 我這裡今天用了的是黑糖 所以你會見到整個鬆餅 好像有少少啡色 巧克力色 是黑糖的顏色來的 牛油 50克 把它切成小方塊 但是千萬不要融掉它 橙皮 半隻 可以很簡單地 用一些批皮的刀 將橙皮的表皮剝開來用 白色的部分呢 是帶苦劫的 所以我們不要 你也可以以糖漬的橙皮 或者橙醬去代替 但是如果用了糖漬的橙皮 或者橙醬的話 糖的份量呢 就要相對減少了 提子乾 隨你喜好去拿 不放也可以的 雞蛋 一隻 所有食譜的材料和做法 大家可以參考我去西九的網頁 上面有清晰的步驟 希望大家可以用你們所居住的地區的食材 來製作一道道道美味的野餐輕食 帶去西九野餐啦 西九藝術公園和區內的其他公眾休閒用地 都是以開放、兼容、通達的原則來營運的 供大眾享用的 所以大家在西九野餐的時候 會看到不同的人士在活動的 可能有些人在跑步 有些人在踩單車 希望大家可以互相尊重 除了我們建議的材料之外 你們還想不想到可以加些什麼下去呢 做出美味的健康飯糰 帶去西九吃 大家一定要找機會多些酒房西九 藉著西九休閒的氣氛 豐富的文化氣息 和維港的美景 相信一定可以幫助大家放鬆心情的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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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在的鍵色 你能夠留下 給你一個有美好的鍵